把焦点转回国内继续要带您关心 疾管局昨天发布台湾有一名七十几岁的男性 极可能罹患散发型裤甲视症 他在发病之后已经不幸死亡 虽然疾管局强调这种散发型裤甲视症的病因 跟俗称为狂牛症的新型裤甲视症无关 但是有台大医生根据相关文件提出了不一样的看法 疾管局昨天发布台湾新增一例散发型的裤甲视症死亡病例 由于上星期美国加州才爆发一起主牛狂牛症 引发全球关注 尽管美国政府强调是非典型 警官局也指出散发型裤甲视症和美牛无关 博台大精神科医师苏伟硕上午拿出了四篇国外文献报告指出 非典型狂牛症和散发型裤甲视症结构类似 应该和美牛有关 已经没有科学家敢说散发型的裤甲视症 跟狂牛症之间一点关系都没有 可是我们今天疾管局却隐瞒这样子的一个 十年以来有非常多的科学文献的报告 苏伟硕表示人体一旦感染裤甲视症 可能会借由输血器官移植或怀孕生产而垂直感染 因为光是新型裤甲视症潜伏期至少十年 再发型五十年 两者发病后都出现食欲不振 颤抖或肌肉萎缩等症状 不论是哪一型只要发病 一年内就可能死亡 而针对苏伟硕的说法 疾管局还是认为有待商榷 目前的话还没有充分的证据 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来显示出 它跟人类的散发型库甲视症 有这个因果上的一些的关系 台湾近十年来 库甲视症平均年发生率为百万分之零点五到一 从英国八十五年到现在 库甲视的可能 即可能以及确定病例共两百七十九人 疾管局表示目前没有证据显示 最近几年库甲视症年发生率为辅上升 和食用进口美国牛肉有关 卫生署要民众不要过度恐慌 人家持续监测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